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私房菜馆订餐了 它并非是一家普通的饭店 而是专门为个人服务的高级定制私房菜 你可以随意点菜 它会按照你的要求为你制作 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它所有的制作过程 干净 卫生 起初惊吓觉得太贵 不想订餐吃 依旧坚持着自己做 可是 后来路易成功地说服了他 路易说 你每天做菜 买菜花费多长时间 若你将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上 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样便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 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不得不说 路易具有很好的谈判能力 他能够抓住惊吓的心理 从他心里出发 说服他 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至于做饭 真的能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吗 当然不是 只是他实在是不想吃金夏做的菜了 一次两次无所谓了 一天两天也无妨 可是若是让路易一年又一年这样吃下去 他应该是接受不了的 金夏已经努力尝试过改善两个人的伙食了 但是效果不佳 他的心意路易已经接收到了 这样便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便都是小事了 路易并不是很在乎 两个人久而久之也达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偶尔在外面吃 偶尔在家中点私房菜 偶尔金夏下厨 偶尔路易下厨 这样大家都不会觉得很累 既能够吃到美食 又能够偶尔享受下情调二字 金夏讨厌夏天 夏天不知不觉的便来临了 杭州的夏天格外的热 而金夏特别不喜欢夏天 他感觉哪怕自己一动不动 都能够出一身的汗 这样的感觉真的是糟糕透了 为了躲避这个炎热的夏天 金夏能不出门便不出门 能不逛街便不逛街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去上班 安安静静地待在家中吹着空调 吃着冰镇西瓜 喝着冰镇可乐 这样的日子便很好了 路易依旧是有些忙 两个人其实能够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 有的时候路易会很晚才能回来 而两个人的交流也几乎都是在床上 不得不说 在路易的亲自调教之下 金夏的车迹倒是比之前好的很多 路易不在家的时候 金夏偶尔依旧会看霸道总裁的小娇妻 这类的小说 不过此时此刻在看和之前看感触却完全不同 有了亲身实践后 金夏能够准确地找出书中所说的漏洞之处 例如有的时候和书中描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或许没有那么美好 当然这些话他自然是不敢告诉路易的 不过他偷看这类书也被路易当场抓包裹 那一夜 路易明明告诉他 他有事情可能晚上不回来住了 金夏无聊 睡不着 便看小说打发时间 谁料正当他看入迷的时候 路易回来了 路易看见金夏正在看此书 自然是免不了打去他一番 当然 打去并不是路易的最终目的 按照路易的性格 自然是亲自上阵 教导金夏一番 免得他总是偷看此书 自从路易那次亲自教导完金夏后 害得金夏好久都不敢再看此类书 生怕被抓包后 再被路易教训一番 逛夜市 这一日 正当金夏坐在沙发上 一边看德宇视频 一边吃着西瓜的时候 路易便回到了家中 金夏看见路易 眼睛瞪得好大 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回来 路易听见金夏如此说 调侃道 自然不是不欢迎 只是路易说 今天要加班很晚的 当然不是了 你不是说你加班吗 金夏疑惑地问道 今天小兰有事情 将视频会议移到明天了 路易回复道 路易换好了鞋 看了看茶几上被金夏吃剩下一半的西瓜 眉毛微皱 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又没有吃饭 金夏被抓包 撒娇地道 我这不是减肥吗 所以就想着吃点西瓜 算了 你听谁说减肥要吃西瓜 路易不悦地道 先不说金夏不胖 就算金夏胖他也不嫌弃 当然他自然是清楚金夏的性格 定是自己今天不回来吃饭 他便懒得吃饭 打算这样糊弄一下便好 哎呀 那么叫真干嘛 反正我也不胖 金夏立刻转变了画风 你知不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 路易继续道 明星不都这样吃吗 我看身体也挺好的 谁告诉你明星这样吃的 明星还天天吃无知食物呢 还不吃辣不吃肉呢 你怎么不学 路易不喜欢金夏敷衍那一套 哎呀 我又不是明星 金夏无奈地解释道 袁金夏 你别打马虎言 你以后能不能好好吃饭 路易生气了 因为金夏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吗 我错了还不行吗 金夏立刻服软 向路易道歉 那你以后能不能乖乖地听话 按时吃饭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一定好好吃饭 金夏立刻做出发誓的样子 路易看见金夏听话 心情方才好了很多 他看了一眼金夏 乐梅 我带你出去吃 不想去了 外面太热了 金夏难得一次听见 有好吃的还拒绝了 哦 这样子呀 我还想着今天外面挺凉爽的 想带某人去逛逛夜市呢 既然某人嫌热 那就在家吧 路易故意道 金夏一听见要去夜市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他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和路易一起去过夜市了 他突然间好想念夜市上的食物 谁说热了 我怎么不知道 金夏笑呵呵地道 是吗 可是我不想去了 路易调侃道 去吗 走了 金夏牵着路易的手 将他向外拖去 路易顺着金夏的方向 随着他往外走去 我听不看我 我听不见他